后片吐司抹上厚厚花生酱 再搭配一杯热巧克力奶茶 悠闲下午时光轻松一下 但却有人享受晚腰结彰时 好心情被打坏 消费者发文控诉到台北西门町电影街 一间复合式餐厅 点了双口味的抹酱后片吐司 但业者端上桌后 原本一片80元的后片 却要收两倍价格160元 只因需要两道工 还有人在评论指控 点了热巧克力牛奶 店家要再收牛奶加热费50元 甚至有人点完饮料不到5分钟 刚好遇上员工交接班 又被要求再点一杯 这样可以再便宜一点 以前记忆中的价格好像没有那么高 很贵 因为我记忆中我高中的时候 读书吃就算双酱也大概35块吧 西门町商圈餐饮价格单价稍高 民众都能理解 但仔细看看菜单 没事先写双酱后片的价格 也难怪 出现争议 店家老板澄清 巧克力加热不是多收费 是本身价格就不一样 冰的跟热的价格就不一样 可能客人认为说冰的是150 我只是要你加热为什么要变成200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面对一连串负贫 老板也强调 部分正义是店内的旧制度 现在都有做调整 希望能就此平息风波 赛日新闻做过 蔡春齐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